还记得去年电视直播的事情吗? 拉帮结伙直接上电视直播CBA沦落到这种程度。 前规则曝光,闽露磊喊,裁判对我们有利,被电视直播,打尽这个,打尽这个。 步行奔兰而去,裁判对咱们有利。 奔兰而去,不要投三分。 北京队与新疆队比赛第四节快结束时的一次暂停部署, 北京主帅闽露磊的这番话通过央视直播镜头清晰地传到料全国球迷耳中。 蓝坛前规则得以曝光进管赛后闽露磊解释自己知识想让球员们了解裁判的吹乏尺度, 但球迷并不买账。 一位与CBA俱乐部总经理说,小敏可能是太想赢球,忘记央视摄像机的存在料。 其实,暂停部致时说过这样话的教练多料去料, 只不过这次中枪的是他。 CBA有大概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主场哨。 裁判,主场哨,泛滥,那些客场比赛的CBA球队咋办? 在客场吃料裁判的亏,要在主场找回来,恶性循环,构成料CBA的潜规则。 圈内人透露,正是因为各球队或多或少都会做裁判工作, 所以裁判索性就吹,主场哨,在你的主场帮你,在他的主场帮他, 这样两边都没法挑毛病,裁判自己也安全。 坊间最直白的论调是,没有高出二三十分的实力就别想在客场赢球。 与此相通的是,在缺少电视转播确保透明度的女篮联赛赛场上, 这种主场优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